Hello 大家好 在Teacher Susie开始说英文故事 教大家英文的这段期间 很感谢很多宝宝妈妈和宝贝们的支持与鼓励 也愿意分享孩子在看了影片以后 对英文产生了更多的兴趣 甚至孩子主动要求 要再看更多的英文故事影片来学英文 真的让Teacher Susie觉得非常的开心 其实呢Teacher Susie开始想做这件事 是因为周围一些妈妈朋友们的英文不太好 自己不敢开口教孩子英文 但又怕担心白白浪费了孩子学英文的黄金时期 所以Teacher Susie就想了这个方式 希望用英文故事的方法来让孩子产生兴趣 也能顺便学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单子 没想到就像这里看到妈妈们的私讯感谢或公开留言 有越来越多的妈妈告诉我孩子原本已经排斥英文 却在看了影片后产生兴趣 这也成为Teacher Susie最大的动力 但是Teacher Susie也常收到妈妈们很多 关于宝贝学英文上面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筛选补习班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发现Teacher Susie虽然能够提供给你们一些教学上经验的建议 但是对于一些地域上的问题 比如说台北市内湖区哪一间儿童美语补习班比较好 就比较帮不上忙 因此Teacher Susie决定在这个开学的时间点 来成立一个儿童美语的平台 让大家可以来讨论 一起帮助我们的宝贝们 那Teacher Susie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面 很尽力的来帮大家回答问题 那希望借由这个社团大家呢可以知道 宝贝们学英文的一些状况可以彼此帮助 然后还有一开始在选择补习班的时候 可以直接询问地方妈妈的建议跟推荐 然后呢因为也顾及宝贝们的隐私 还有大家的权益 所以这个社团呢会设为不公开 那在申请的时候呢也会需要爸爸妈妈们提供 三到十二岁孩子的照片来供审核 那如果爸爸妈妈们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搜寻儿童美语轻松聊这个社团 然后一起加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